在新冠肺炎肆虐之下 台湾的观光产业处境困难 尤其在中南部旅游目目的地更是如此 交通部观光局为了在后新冠肺炎期间 鼓励各地以观光圈形势 统合观光联盟发展 日前在普里镇公所的牵头之下 与仁爱乡 与池乡 国姓乡 四乡镇 在地理中心碑举办七首结盟的仪式 能够整合 能够一起有一些品牌独立 来进行行销跟发展地区 来把它做一个观光圈的组织 今天政务部门 特别是乡镇公所 第一个组织就是我们这四个乡镇 四个乡镇有非常丰富的观光资源 那么地方的观光产业组织 不管是石 树 油 构 行 全部都来参与 然后由我们乡镇长那边 来做行政部门的互相的协调 观光局还有日月团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也会把相关的一个资源做好整合 先议员陈玉军表示 透过四乡镇的联盟 让四乡镇各自特色能够凸显出来 进而带动整体观光旅游走线的推展 是一项非常值得来肯定的计划 也趋势透过这个计划的结盟 未来也能够带动整个四乡镇观光旅游走线的发展 所以我们非常乐见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联盟的出现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产观学 特别是许许多多跟观光旅游相关的这些协会 大家一起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里也要期许我们的观光局 在南投县的观光局能够在这个中间 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方面的困难 也希望中央给我们更多经费的益助 先议员林芳瑜表示 四乡镇的联盟可以说是台湾的创举 也希望借由这个联盟的机会 创造更多游客来到四乡镇联合的观光旅线旅游 进了能够促进其他产业共同发展 希望借由今天的结盟活动 每个乡镇都有它的产业特色 以及观光的景点 能够做一个联盟 我相信大家可以拿出 我们各乡镇的这些景点 以及特色还有产业 来互相做推广 做行销 团结力量大 我相信总比一个人打独斗来得强 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是一个全省首创的一个乡镇结盟活动 希望从台湾之心 重新开始做我们观光的行销 副议长潘毅全肯定埔里 国姓 仁爱 以及鱼池等四乡镇公所的用心 也取取透过四乡镇的结盟 能够提升整体观光产业的能见度 进而带动地方的发展 记者程伟一 埔里采访报道